法医拉着行李箱提着大包小包 一早抵达新北市板桥殡仪馆 三重警方带着记录工具 跟检察官陆续到场 保龄查试案有最新进展 九点半要对首例死亡个案进行解剖 也就是用餐不到72小时就身亡的 40岁女性男子 一个多小时后第二批检察官现身 抱着一大碟文件匆匆进到解剖室内 因为紧接着11点要对第二位死者 也就是66岁阳性男子进行解剖 食药署目前怀疑是食物中毒 而食物中毒分成三类 包含病毒性例如诺罗病毒 细菌性像沙门氏菌或是农药中毒 阳性死者20号就医时因为诺罗病毒盛行 医生检查后开立肠胃药 一度有控制拉肚子症状 22号肝指数标高 27号宣告死亡 7天内时好时坏 根据了解保龄查试案的第二名 阳性死者他的遗体是非常的肿胀 包括说他的眼睛有凸起 以及他的躯体还有四肢都呈现腐肿 也让检警怀疑这案情不单纯 法医也提到眼部浮肿代表有脑部出血 除了叶克膜的抗凝血剂外 不排除有血液毒可能性 但食物中毒导致血液毒的几率低 所以除了观察个别状况外 找出两具遗体的关联性也是厘清重点 TVBS新闻花哨品时风云装填 吴欣言吴鱼亚 A3小组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